前两天我老头把抓奖就提彩票 中了三千块钱 结果告诉他以后他一提都抽过去了 住好几天医院的差点没过不来 抽过去了 出院以后吧他又买了几张彩票 结果今天老电视一摇奖 我一对奖又对上了 还是大奖三百万呢 三百万 三百万 完了 三千他都抽了 三百万对于你们家庭不是个好造型 是我知道 大夫要我咋来找你呢 大夫 这是给我吓的 我就把他彩票揣着了 他看着了 你看啥呢 我说是化验单 不对呀 那医院给我一个化验单 你那咋还有个化验单呢 你是不是我得啥病就不告诉我呀 我听明白了 完了他就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大夫 你是又中大奖 不敢告诉他是怕他犯病 而他怀疑自己又得了不治之症 对 你这是一加一等于两病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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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 大夫 如果你能保证 让他知道这三百万元的大奖 把他不能抽过去 我那医疗费不给你上份的 大夫 免谈 我 免谈太俗 不要谈钱 你知道你们家的病是钱车都出来的吗 是 好 带我钱去 会诊 要不要 大夫 不用不用 他来了 在你家门外呀 什么 你竟敢把三百万的富翁在我门口站岗 看来你很有资金 哎呦 我的妈还结个大伙你说这事呢 快走快走 三百万 这快了这个 过去没看过这种病呢 你接着呢 用不着的 有什么病你就直接告诉我呗 还非你上这儿告诉他 花这个钱干啥你说 快走吧 呀 大夫 他来了 大夫 你好 你好 初次登门有失远迎见谅 请坐 患者 刚才你老娘 你的太太太 已经把你的病情告诉我了 现在你必须接受我一次心理治疗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早晚也瞒不住你的事 行了行了 别扯着用不着的了 算心里话 他不让我看那个花眼单 我就知道什么病了 行了 我刚才跟你说好几遍了 你没什么病 你老瞎看 你没什么病 你兜里揣的东西 为什么不让我看见你啊 现在不能给你看 现在 现在不能让你看 必须要接受我的治疗 是心理治疗 请坐 你说说怎么治疗 心理治疗 说起来很简单 既不疼痛 又没有毒副作用 不打针 不吃药 做这干嘛 给你唠 用谈话治疗的方法 当时给你看病 现在开始给他化疗 你妈呀 你妈呀 老头子 咋的 老头子 他发病了 你说你别给这 整个事啊 我让他发病了 大妹子 我还没看见 这可不怨我 这我还没看见 我不怨你 他一发病就这样 先打嗝 完了就抽 行 媳妇 媳妇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媳妇 他已经说走嘴 告诉我了 他要给我化疗 哈哈哈哈 那是我的医疗术语 谈话治疗 简称化疗 你家老头子 他胆小 你跟他说话 最好用全程啊 看起来跟这种脆弱的男人 谈话还真得助力 现在必须看书跟你聊 看书跟你聊 请听 第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 母猪的产后护理 拿出来书了 请听 第一个话题 风牛病 这个也不对 我找一找 第一个话题 时间与生命 太好了 找着了 说 岁月 像长河一样 人 好比是天上的流星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刷 说没就没呀 人就玩 这咋的啦 你看他本来就行 自己不得好病了 你还总说 那说没就没的话 不是你来到这个人世上 你得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大夫我不想知道是怎么来的 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美的 下 下一个话题 你究竟是怎么美的 大夫 好 下一个话题 人 为什么活着 这个好 为什么活着呢 靠一会靠一会 我在干什么玩意呢 老抽风 说为啥活着 必须是我给你解答 为什么活着呢 来 谁说 你这问题提的都没用 那为活着活着呢 这是句废话 观者回答 为了挣点钱 回答的现实 你证恰恰就是你患的疾病 不完全准确 他的正确答案是 为了一个证 情 情分几种呢 情分 好几大种 多少种呢 有亲情 友情 爱情 情况 情况 我为什么说 正说好好的 除了除个情况呢 它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三千块钱的情况 想想 你中了三千块钱 你就抽风过去了 你说值吗 你不觉得你这小风抽的如此荒诞吗 三千块钱重要 生命重要 打这个题 问得好 大夫 你不愧是心理医生 知识啥的 为什么 你别跟人瞎插糊了 深刻知识 深刻啥呀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什么意思 对 这就是针对你这人说的 你已经掉进前眼了 人为财死 那是一句贬义 人呐 不能这么看钱 钱是啥呢 生带不来 死带不走 知道吗 你带不走钱 而钱能把你带进坟墓 有多少人认为贪钱 而丧命 咱还不记录 说欲望就好比是盐水 喝的越多 渴得就越厉害 吼着 吼着了 下面我还继续跟你聊 说人生在世区只算 顶多三万六千天 家有房屋千万座 睡觉只需三尺宽 今晚脱线鞋和袜 谁知明天穿不穿 总结起来六级话 人呐好比盆中鲜花 开完就粘吧 谁也没法 岁月就像空锤挣扎 争来争去全都白搭 房子修得再好再漂亮 那是个临时住所 骨灰侠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想吧 再话 你看你刚才说的挺好的 最后又把他塞到小侠里了 你哪能这么说 你瞅着 他头大 你俩人越看越大了 他头大你咋能理你 停了 哎呀你也太大了 别说了 聊小弟怎么样 哎呀想没想看 你们那就别逗签子了 其实大哥呀 我在家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 啊 无所谓 啊 好 人过五十 古来西 何况我已经四十几 哈哈 这说些没用的 好 不差 白岁 往前屋 这个 卖我多骨牙 说什么呀你 你 你咋说也不近眼 你听不近亲眼 你听不懂吗 你看你大夫讲的多好 人为什么活着 为情 老头大 从前 有聊笑的 从今往后咱们好好活着 你看媳妇咋对待你 是不是 我保证对你都叫黑天疼 白天疼 你说咋疼就咋疼 一直疼到你不行 千差万岁总是疼 救命 行不行 我到底 你看你当说话呀 已经进入了 苏情阶段 你好了 行不行 行不行 你啥也别说 在感情这方面 我对不起你 咱俩还行 对不起谁呀 不行 我必须说 你一定让我说 让他说 说不过无读 这是排毒阶段 你听我说 咱俩刚结婚的时候 有一次你回娘家 我出的第一个对象 到我们家去了 他上去一把就把我手攥住了 当时我是控制 控制 再控制 终于 逼通知度 你咋的了 抽过去了 我这事你咋一直瞒着我 没听我告诉你 不是 我 我 我为什么 那女的是谁呀 干什么 我是给她看病 还是给你看病 她瞒着我 我就想知道 那女的是谁 现在在干啥呀 听我话 可以告诉她是谁 现在坐在哪里 说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女的贪心好 嫁了个村长叫赵大宝 嫁个村长叫赵大宝 我喜欢 大哥 我 我 大哥 我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就不说了 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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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站着 我上次谈娘 我跟你说 别 大哥 不行 我这一辈子 就在感情上没游过啥 我 大哥 你别着 我们俩是 你选我 嘿 我 你选我 我 你选我 你选我 大夫 大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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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是 你抽过起来啊 我抽 我都吐沫子了 我 我肯定是抽过去 我肯定抽了 没事 再接过去 好 谈下一话题 好好好 你看 大哥 太有度量 你真是个爷们儿啊 你真是爷们儿你 哎呀 你真行 下面 请听下一个话题 加油 你真抽 我绝对抽了 我都吐了 他不能酷了你 哈哈哈哈 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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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看你太大夫了 你不抽也没事 知道吗 初恋 那你们不等爱情 对 对 对 现在继续谈下一话题 对 假如 那你醒过来他干啥呢 他一家伙 我 我 就让我没法过这任务 他醒之后他就走了 我们从来就没见过面 他不能呼噜你 你给他看病吧 你看你 我是爷们儿 对 爷们儿跟你谈下一话题 好 假如 大哥我真抽了 我 我真抽了 我绝对抽了 你别问了 你大哥你真抽了 你不给他看 你就回家了 过去 假如 再让你重新活一次 有这么机会 你还拿钱 看得那么重吗 怎么说你呢 大哥 我现在啥都想拍了 好 钱 跟生命比起来 那啥都不是 对 如果苍天 龟子 再给我几点 别说是 三钱 就是三万 三十万 三百万 我会微微一笑 绝对不抽 妈呀 两小产生了 哎呀 揭开理你 哪里 看看什么东西 哪里 老头头我告诉你 你把钱放到肚子里 你啥病都没有 我不敢让你看的就是这玩意儿 你抓那个铲铁又中奖了 又中多少啊 就 告诉他 一点一点 就中三千了 看着 三百啊 后边加一个万 三百万 对 站住 你妈呀 那头子 你要妈呀 我那头子又倒了 你妈呀 哎 站住啊 放 快点 大夫 快 大夫 他终于站住了 大夫 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 钱是个什么东西 多有多花 少有少花 没有不花 天上掉下了三百万 就当没看着了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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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太对了 你不光治好了我的病 还救活了我的命 媳妇 哎呀 头子 这三百万 对我支配好不好 头子 只要你没病啊 啥都你说了算 咱拿出一百万 捐给学校 捐给经老院 剩下的二百万 咱哥俩一人一半 什么 他要给你一半 给我一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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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一转 好 去 呀 好不好 呀